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突发新闻节目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意大利总理乔治亚 梅洛尼首次正式访问中国的背景 目标和结果 这次访问标志着意大利在退出一带一路倡议后 试图重置与中国关系的重要一步 梅洛尼总理在访问期间明确表达了 对中国一系列地缘政治和人权问题的立场 同时也试图在众议贸易关系中找到新的平衡点 梅洛尼选择在马可波罗逝世700周年之际访华 不仅象征着历史上的联系 更在意大利 中国论坛上签署了一项涵盖多个领域的三年合作计划 这些举措反映了梅洛尼在经济、科学、技术创新等方面加强双边合作的决心 面对退出一带一路后的挑战和机遇 意大利明确表达了希望建立、公平衡互利、经济关系的意图 并强调了改善意大利公司市场准入的重要性 此次访问也展示了意大利在欧洲领导力中的角色 尤其是在巴黎和柏林领导力相对弱势的情况下 在面对欧盟中国贸易紧张局势时 梅洛尼总理努力维持经济和贸易关系 这也包括最近签署的电动车领域的工业合作备忘录 他在北约将中国描述为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中的决定性支持者后访华 表明了他在战略上与中国保持距离的坚定态度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了解更多关于梅洛尼此次访华的深度分析和未来展望 意大利总理乔治亚 梅洛尼的首次访华之行 标志着自五年前意大利领导人最后一次访问中国以来 两国关系的新篇章 外交家杂志的梅西·库奥与大西洋理事会的瓦尔伯纳 泽内利博士深入探讨了这次访问的背景 成果以及未来挑战 这次访华的主要目标是重振双边经济和商业联系 梅洛尼总理的行程包括讨论全球问题 特别是乌克兰局势 在重要的地缘政治和人权问题上 梅洛尼明确且坚定地与中国保持距离 包括退出一带一路倡议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RI 并谴责北京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立场 然而 他同时谨慎地避免损害众议贸易关系 显示出务实的外交策略 梅洛尼选择在马可·波罗 世事700周年之际访华 象征性地凸显马可·波罗 在建立意大利与中国桥梁方面的历史异议 访问的亮点之一是意大利 中国论坛的开幕 这个贸易论坛 指在纪念两国全球战略伙伴关系20周年 梅洛尼访问的关键成果之一是签署了一项为其三年的计划 2024到2027年 旨在加强贸易 科学技术创新 绿色发展 和机构合作等各个领域的合作 意大利决定不续签五年合作计划 并退出一带一路倡议 反映了梅洛尼总理的跨大西洋主义立场 以及将意大利外交政策 重新与其他G7国家对齐的意图 2019年 意大利成为首个加入一带一路倡议的G7国家 这一举措当时由朱塞佩·孔特的民粹主义政府推动 让中国进入意大利的先进产业 市场和技术 然而 这一举措并未带来预期的好处 反而显示出其局限性 尽管中国获得了显著的贸易优势 意大利的出口并未如预期般增长 导致2022年 意大利对中国的贸易逆差达到410亿欧元 2023年 双边贸易额达到670亿欧元 使中国成为意大利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非欧洲贸易伙伴 梅洛尼深知心的合作计划必须不同于一带一路 特别是专注于公平和互利的经济关系 目标是公平竞争和自由贸易 在意大利中国商业论坛上 他强调需要改善意大利公司的市场准入 因已有超过1600家意大利公司在中国运营 股份总额超过150亿欧元 此次访华也提供了展示意大利在欧洲领导力的重要机会 特别是在巴黎和柏林领导力相对弱势的背景下 梅洛尼成功签署了一系列经济协议 特别是在意大利将于2023年12月退出一带一路倡议这一重大事件之前 这被视为中国全球事务中的一大挫折 意大利在G7中的领导地位也在增强 特别是在一些G7声明中对中国的强硬措辞 对中国支持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中的批评 很担忧也越来越明确 这在最近的北约峰会最终公报中得到了反应 此外 意大利在印太地区的积极角色增加 与法国和西班牙一起部署了海军舰艇 并加深了与韩国、日本、菲律宾和越南的安全合作 梅洛尼的访问是在德国总理奥拉夫·肖尔茨 和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访华之后进行的 这一时间点显示出与欧洲国家的关系对北京的重要性 而意大利的角色可能至关重要 梅洛尼在面对欧盟 中国贸易紧张局势使努力维持经济和贸易关系 平衡经济需求和政治及安全关切 未来,意大利与中国在电动车方面的协议将成为关注焦点 这是上周签署的工业合作备忘录的一部分 需要注意的是 这些协议已成为欧盟中国贸易紧张局势的象征 因为欧盟在7月对中国制造的电动车征收高达37%的临时关税 北京则对欧洲猪肉出口实施报复性关税 北约峰会的最终公报强调了俄罗斯和中国之间日益加深的战略伙伴关系 批评他们试图破坏很重塑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梅洛尼总理在访华期间明确且一致地谈到了中国对俄罗斯的支持 他重申中国在增强俄罗斯工业能力方面没有优势 并传达了希望看到朝正确方向迈出不乏的信息 这与习近平主席的言论相呼应 即中国始终致力于各国人民的和平共处 综合来看 梅洛尼的访华之行在各方面都显示出意大利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的重要角色 并为未来的众议关系奠定了新的基础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乔治亚·梅洛尼总理最近访问北京 是他任内的首次 亦是意大利领导人五年来首次正式访华 这次访问的主要目的是重振意大利与中国之间的经济和商业联系 同时在全球问题上 尤其是乌克兰局势上进行讨论 此次访问还包括意大利退出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后的双边关系重置 此次访问在整体上被视为成功 梅洛尼在重大地缘政治和人权问题上明确地保持距离 包括退出一带一路倡议并谴责北京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 然而梅洛尼在维护众议贸易关系方面保持了谨慎的务实态度 梅洛尼选择在马可、波罗世事700周年之际访华 并且举办了一个名为旅行的展览 这凸显了马可、波罗在历史上促进意大利与中国联系中的象征意义 访问的亮点之一是意大利中国论坛的开幕 这是纪念全球战略伙伴关系20周年而举行的贸易论坛 梅洛尼在这个论坛上签署了一项未期三年的计划 2024至2027年旨在加强各个领域的合作 包括贸易、科学和技术创新、绿色发展和机构合作 此次访问还签署了六项协议涵盖从工业合作到食品安全和教育等多个领域 意大利在退出一带一路倡议后 重置与中国关系面临的主要挑战和机遇也非常值得关注 退出一带一路倡议反映了梅洛尼的跨大西洋主义立场 并希望将意大利外交政策重新与其他G7国家对齐 2019年 意大利在朱塞佩、孔特的民粹主义政府领导下加入了这个倡议 但这并没有带来预期的经济效益 反而使意大利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持续扩大 2022年达到410亿欧元 2023年 双边贸易额达到670亿欧元 中国成为意大利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非欧洲贸易伙伴 因此 梅洛尼将新的合作计划 视为不同于一带一路的合作模式 更加专注于 公平和互利的 经济关系和自由贸易 梅洛尼的访华 还试图展示意大利在欧洲领导力方面的作用 特别是在法国和德国领导力略显薄弱的背景下 意大利的G7主席国身份和在全球发展中的增强角色 以及意大利在印太地区的积极角色 都是值得注意的因素 梅洛尼的访华是在德国总理奥拉夫、肖尔茨和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访华之后进行的 这显示出北京对于欧洲国家的关系非常重视 而意大利在其中的角色可能至关重要 在欧盟、中国贸易紧张局势的背景下 梅洛尼也努力维持经济和贸易关系 欧盟对中国的政策在经济需求和政治及安全关切之间取得平衡 而意大利在这方面有其明确立场 认识到合作的必要性和风险 并在公共和私营部门之间平衡紧张局势 特别是在电动车领域的协议 这次访华也签署了一相关工业合作备忘录 但这也是欧盟、中国贸易紧张局势的一个象征 最后梅洛尼在北约将中国描述 为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中的决定性支持者后访华 这次访问的战略影响也不容忽视 北约峰会的最终公报强调了 俄罗斯和中国之间日益加深的战略伙伴关系 并批评他们试图破坏和重塑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梅洛尼在访华期间也明确谈到了 中国对俄罗斯的支持 并希望中国能发挥决定性作用 这与习近平主席的言论相一致 即中国始终致力于各国人民的和平共处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各位观众 梅洛尼总理访问北京的主要目标 是通过重振双边关系来加强经济和商业联系 并且它在避免损害众议贸易关系方面 保持了谨慎的务实态度 这次访问的成功不仅体现在签署了多项合作协议 还体现在梅洛尼选择在马可·波罗世事700周年之际访华 凸显了意大利与中国的历史文化连结 这是一次在战略、经济和文化上 多层次取得成功的访问 哎呀,楚天书,你真是太乐观了 梅洛尼的访华不过是一场表面功夫 实质上他在重大地缘政治和人权问题上 与中国明确保持距离 退出一带一路倡议 就是因为这个项目没给意大利带来什么实质好处 反而增大了贸易逆差 如果这真是一次成功的访问 那为什么还要退出这个协议呢? 答案很明显 这就是一个政治上的投机行为 试图在欧洲领导力薄弱的时候简便移 谢其其 我们需要看到这种退出并不是盲目退缩 而是战略调整 意大利退出一带一路后 仍然签署了六项协议 涵盖多个领域 包括工业合作、食品安全和教育等 这些协议反映了意大利希望 在更公平和互利的基础上与中国合作 而不是被动接受一带一路的条件 这不仅是经济上的决策 更是对意大利主权和全球战略地位的重申 太有趣了 楚天书 你这么说 就像是马可·波罗在700年前 带了一堆意大利面给中国 然后说这就代表了公平和互利 事实是 中国在这些贸易协议中占了大头 梅洛尼的访问 不过是唯意大利公司 在中国市场挣扎求生的一次努力 双边贸易额达到670亿欧元 但意大利对中国的贸易逆差 依然达到410亿欧元 这些协议能改变这个现状吗 恐怕只是杯水车薪 谢谢你这魔说可是忽略了梅洛尼此行的长远考量 意大利退出一带一路反映了他希望意大利外交政策重新与其他G7国家对齐 这一点在他强调需要改善意大利公司的市场准入时更加明显 更何况签署三年计划2024到2027年 这可是长期合作的开始而非短视行为 梅洛尼还在北约将中国描述为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中的决定性支持者后访华 这样的双重策略难道不是高明的外交手段吗 哇 楚天说你真是唱高调的高手 长远考量 更多像是短期的政治秀 G7的大会上对中国的强硬措辞是政治姿态 意大利在退出一带一路后 如何在欧盟内部平衡经济需求和政治及安全关切才是他真正的挑战 梅洛尼在访华时并未获得任何有实质意义的安全保障或者市场优势 反而承担着巨大的贸易压力 这就像是马可波罗带了指南针回去 却忘了怎么用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 评论 这次意大利总理乔治亚 梅洛尼的访华可说是一次外交上的大戏 从某种角度来看 这次访问就像是各大派对 意大利和中国之间的关系在这个背景下进行了重置和重新检视 梅洛尼的主要目标是强化经济和商业联系 同时也探讨了包括乌克兰局势在内的全球问题 在这个五天的马拉松外交之旅中 梅洛尼一方面要保持与中国的距离 特别是在地缘政治和人权问题上 另一方面又要确保不损害众议之间的贸易关系 这真是个平衡艺术的大考验呀 梅洛尼选择在马可 波罗世事700周年之际访华 这也不是个随意的日期 举办的旅行展览凸显了马可 波罗在中一之间建立桥梁的历史意义 这无疑是想打感情牌 让中国感受到意大利的诚意 除此之外 意大利中国论坛的开幕更是访问的亮点之一 这个论坛是为了纪念全球战略伙伴关系20周年而举行的 签署了一项为其三年的计划 旨在加强贸易 科技 绿色发展等多个领域的合作 这可说是梅洛尼访问的关键成果 堪比一盘精心调制的意大利面 色香味俱全 意大利退出一带一路倡议是梅洛尼的一大外交举措 这显示他希望将意大利的外交政策与其他G7国家对齐 事实上 意大利在2019年加入一带一路后 并未获得预期的好处 反而是中国赢得了显著的贸易优势 2022年 意大利对中国的贸易逆差达到410亿欧元 这种情况下 退出一带一路对意大利来说更像是脱掉一双不合脚的鞋 梅洛尼在访问中强调 希望新的合作计划能够专注于公平和互利的经济关系 这话说的可真是高明 既表达了意愿 又不失礼貌 现在我们来看看这次访华对于意大利在欧洲领导力方面的影响 要知道 意大利在2023年将退出一带一路 这对中国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政策挫折 梅洛尼的这次访华 也显示出他在全球发展中的增强角色 意大利的G7主席国身份 加上对中国支持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中立场的批评 让他在北约峰会上也显得格外突出 这次访问还展示了意大利在印太地区的积极角色 这无疑让意大利在欧洲国家中的地位更加引人注目 最后 我们来看看梅洛尼在面对欧盟 中国贸易紧张局势时的努力 欧盟对中国的政策一直在经济需求和政治及安全关切之间取得平衡 意大利在这方面也不例外 特别是在电动车的合作协议上 这已成为欧盟、中国贸易紧张局势的象征 未来 意大利与中国在这些领域的合作将面临更多挑战 但也有机会通过谨慎的外交策略找到新的平衡点 总的来说 梅洛尼这次访华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外交行动 既显示了意大利在欧洲的领导力 也为未来的众议关系打下了新的基础 他在这场大戏中表现得相当出色 就像个熟练的芭蕾舞者 在不同的立场之间优雅地转换 既不失风度 又达成了多重目标 6度AI克隆声音系统 让您拥有145种语言能力的新时代 在这个不可思议的新时代 语言不再是障碍 6度AI克隆声音系统隆重推出 这项由欧洲、美洲、亚洲的顶尖科技、语言和媒体专家 合作开发的创新技术现已开放使用 该系统能够克隆您的声音并将文字转换为语音 使您能够掌握多达145种语言和方言 为您的生活和工作提供全方位的支持 革命性的多语言能力 6度AI克隆声音系统的最大亮点 在于其广泛的语言覆盖范围 无论是商务会议、国际交流、教育培训 还是日常沟通 这项技术都能让用户在全球范围内自由交流 只需几分钟 用户便可轻松克隆自己的AI声音 体验从未有过的多语言沟通能力 简单便捷的使用体验 使用6度AI克隆声音系统非常简单 无需任何专业设备,也不需要学习复杂的技术知识 用户只需进行简单的操作 即可完成声音克隆过程 并将其应用于各种场景 无论您身处何地 都能通过这项技术突破语言障碍 实现高效沟通 广泛的应用场景 这项技术的应用范围广泛 从商业到教育、从媒体到娱乐 都能发挥重要作用 对于企业来说,这意味着可以更好地与全球客户和合作伙伴沟通 对于教育机构,这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学习多种语言 对于媒体和娱乐行业,这将带来全新的内容创作方式 立即体验 6度AI克隆声音系统现已上线 欢迎访问以下链接进行体验 6度AI克隆声音系统 HTTPS 6度WorldTTS 立即登陆 体验这项改变未来的创新技术 让您的声音在全球范围内响起 谢谢大家收看6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经济学家、媒体人、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6度AI参与、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6度世界网址是6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